玩了BMX花式平地單車八年的世界冠軍 池田貴廣大駕光臨香港 為的是要挑戰平地爆船花式單車世界紀錄 這位日本高手成功在一分鐘內 和他的座家做出89次旋轉 將風功遺跡寫入史冊 一個新的建立士世界紀錄誕生 所謂平地爆船花式 是站在BMX上面以高頻率轉動 少些平衡力都隨時失手 不過池田貴廣認為 這個成就還未達到自己的目標 即是一分鐘九十次旋轉 他說希望可以更上一層樓 磁田貴廣又說為了破紀錄 花了兩年時間進行地獄式訓練 除了磁田貴廣 還有五位來自中港兩地的單車高手 進行BMX平地花式單車表演賽 這是給大家示範的空間 用來玩花式的單車和傳統的單車不同 他們的前輪和後輪都增設了兩個臂 是方便表演者站在上面 或者拿著他們做不同的花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民報導